我是潘敬泰,香港人民学会副会长和人生哲学的讲者 今个星期我又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人性的了解 根据我看到的各种不同的哲学家的思想 我上个星期就跟大家介绍了David Hume 连续两个星期介绍了David Hume关于对人性的看法 今个星期我又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文艺普京早期的另外一个哲学家 关于人性的讲法 这个哲学家都是一个英国的哲学家 他特别对于这个人 我们怎么可以一起和平地生活 他有很多的反省 这个哲学家就是一个英国的哲学家 名字就叫Thomas Hobbes 这个Thomas Hobbes 他出生和死亡的日子分别 就是他在1588年出生 1679年逝世 首先 我就想跟大家讲讲少少 他生平的背景 令大家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关心 他后来就着某些人生或者人性的问题 说的说话 那个背景 这个Thomas Hobbes 正如刚才所说 就是在1588年出生 他就是在英国 一个地方叫 Malmsbury 那里 这个就在现在 那个英国的Bristol 那里附近 大概距离30里 就是在Bristol东面 都不是太过好的 那他就 至于他为什么会后来 有能力成为一个 这个 这个 战略家呢 那这个呢 就 就是他其中有一个 那些uncle 他父亲的那些兄弟 那就是一个比较有钱的人 那他就送了他去 这个Oxford那里读书 那这个 Thomas Hobbes 他终身 就是和另外一个英国 非常地显黑的家庭 关系非常地密切 那这个家庭呢 就是 Cavendish Cavendish 那他呢 事实上呢 他和这个Cavendish 这个家族 一个贵族的家族 就是 三代的关系 都非常地密切 那他呢 就 中生呢 其实都是替这个家族 不同的人 服务 分别教了 他第一代那些 由第一代 那些人 那些子女 他就是做过家庭教师 那这个当时 当时就并没有 英国并没有那些public school 并没有那些 现在我们所谓 公学 公家的教学 的学校 所以当时的人 读书 多数都是要 特意请一些人 帮他做家庭补习 那个老师 那他呢 就和这个 Cavendish family Cavendish family 就是这个 Devinshire 那他就在 在那个 就是这个 Devinshire 叫做家庭的 Earle 侯爵 公侯 Earle 公侯白之男 第二种 第二级 贵族 那么他们 这个 这个 Family 就是他也是 他也是透过 和这个 家庭 那个 关系 就得意 知道英国皇室 很多东西 也是因为 这个理由 对英国的历史 特别 就是英国当时 就有一场 就那个 Civil War Civil War 就是 一些内战 这个内战 就和宗教有关 的 当时 就有 英国 两派 有一派 就是 天主教 另外一派 就是基督教的 那两派的人 就他们 就 为了 这个 争权脱利 那么就 发生了一场 就英国 很出名 的 内战 那么就 这个内战 就 就 维持了 差不多成 十年 那么就由 这个 一路 四 差不多 1640年 我记得好像 1640年 那么就一直 就到 这个 50年 那么 差不多成 十年 那么就 所以呢 就 而这个 发生的 战争 非常激烈 甚至 令到 后来 其中一个 英国的 皇帝 就被 斩头 所以 可以 从这里 看 这件事 事情 就极大 对这个 Hobbs Thomas Hobbs 的影响 极大 因为他 也曾经 为了 这个 因为他 当时 就是 属于保皇党 另外 另外一派 就是Oliver Crumber 就是 代表 那些 当时 另外一派 基督教 那些势力 那么他 也是为了 这个理由 他要 离开英国 去了法国 差不多成 十年 到1851年 才回到英国 那么他 1640年 那时候 就 离开英国 去了法国 成十年 也是因为 去了法国 因此他认识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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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ard 那也都是 跟Decard 就有 有接触 也都 有 有些 书信来往 透过另外一个 这个法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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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家 那么就 就 同这个 Decard 关于 Optics 就是光学 那么就 有一些辩论 但是呢 这个 Thomas Hobbes 最重要 在哲学上 最重要的 并不是他对于光学 光学是科学的东西 贡献并不是在这里 就是他 就是说 刚才我所说的 他研究 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 怎样能够 那些人和平共处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那么他也都 后来呢 也都 就着 这个英国 当时的那个内战 就写了一部书 写了一部 一部 那个内战的历史 那么所以对他来说 就那个 那个政治呢 是非常之重要 非常之重要 的一个 他关心的问题 那么如果呢 他对这个人性 有什么反省 那么呢 也都是 和他这个最关心 核心的问题 就是说 一个国家 怎样可以 那些人呢 这个和平 共处 这样去生活 就有关的 他一生 最重要的 他有很多的著作 第一部著作 就是大概 1640年 他就写了一部 叫做 Elements of Law 这个法律的 Elements 可以这么说 是一些基础 某些重要的因素 这个是1640年 写的 那么呢 就在1642年 他就写了另外一部书 就叫 The Cive D-E-C-I-B-E 那么这个是拉丁文 The Cive 基本上呢 就是说 一个 一个 Citizen 一个 Civil 我们经常都说 Civics 就是公民 关于公民 关于公民 这个就是拉丁文 的东西 那部书那里呢 他就写了三项 第一 就是关于 Liberty 这个自由 第二 Empire 就是一个帝国 第三 就是那个 religion 就是那个 宗教 而这部书呢 后来呢 就被他 就纳入了 另外一部 他后来的著作 就是叫 Elements of Philosophy 就是哲学的基要 或者某些的重要元素 Elements 除此之外呢 他又 就写了一部书 就叫 The Corpore The Corpore 亦都是这个 D-E C-O-R-P-O-R-E The Corpore 这个呢 就是说 关于人的身体 那这个呢 就是他 在这个著作里面 他就讲 关于 讲及一些 逻辑的问题 语言的问题 我们怎样了解 世界方法的问题 还有一些 仁义上学的问题 数学的问题 还有 Physics 还有这个 物理学的问题 那么 除此之外呢 就 他又写了一部 这部书 就叫 The The Ho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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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关于人 这个也是拉丁文 来的 那么就关于 这个呢 就是比较 就 接近 这个 biology 那么上下的东西 就讲 讲于 人的身体 physiology 那些人的身体 怎样运作 特别呢 就关于 他怎样看 optics 大致上呢 就是这样的 the quipotery 就是1655年写的 The Homini 就是 1658年写的 现在呢 我要正式就介绍 就是那个 同大家呢 就分享一下 这个 Thomas Hobbs 对于关于 人性方面 有些什么 那个 那个 论述 那么就 那个 Thomas Hobbs 他认为 人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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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书的方法 他就最先 就 解释 这个人 如何认识 世界 从 跟着 就再 由 这些 这样的 初步 的 假设 初步 的论证 然后呢 才 令到他 他再进入 去说 那些人 如何一起生活 在一个 政治社会 那里生活 那些人 为什么会 有宗教 而宗教 又跟 那个 政治 有什么 关系 或者应该 有什么 关系 他的思路 是这样 去 建立的 所以首先 所以 刚才我就说 如果他 他 对 英国当时 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事件 就是 内战 由于内战 引起他 想想 那些人 如何可以和平地生活 一起和平地生活 他又要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 就要解决一些更加折落性的问题 那些人究竟是什么 人的 人性是怎样呢 那些人性 如何影响到他 后来 提出了 关于一个 国家 是什么 东西 那些人性 和一个社会 如何建立一个和平的社会 关系 是什么 他由这个思路 去写的后来 比较重要的著作 其中一个 我刚才忘记得说 一个很重要的著作 就是 写了一部 一部 叫 L-E-V-I-A-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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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的 physiology 那些人有多少关系 好了 首先 他觉得 如果我们想正确了解 人是什么 人性是什么 社会是怎样 他觉得 我们一定要知道 人如何认识世界 在这方面 他也有 某些论述 他觉得 我们一般认为 人有思想 人有情感 情绪 人有欲望 他也就着这方面 他也有些 论述 他的说法就是这样 他就说 A reason is not a sense and memory born with us gotten by experience only as prudence is 他说 我们人 就有思想的能力 但是思想 他说 不是出天生 就有 这个就是他对人性的看法 他觉得 我们不是一出生 就是自然而然 就有这个思考的能力 但是他说 这个不像 有两样东西 就是一出生 就已经有 那两样东西 那两样东西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感觉 我们人的身体 有触觉 人有五官 眼耳口鼻 眼耳可以看东西 耳朵可以听东西 眼耳口可以感觉到一些味道 那我们人的皮肤 那我们人的皮肤 就可以有触觉 那不知如此 那这样就 就说 这个不同的senses 不同的我们 这些这样的五官 亦都不同 我们的记忆 那他认为这些五官 就是那种的感觉 和人的记忆 是天生的 他说 但是 人的思考能力 一定不是好像这两样东西 not born with us 就不是 出生 出生就已经有了 nor gotten by experience only 他说 亦都不是纯粹 由于我们有五官 那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世界 对世界有 产生某种的经验 亦都不是由这个经验 教我们的 as prudence prudence 可以这样说 一些 我们求生 即是说 在什么时间 就应该做什么 是一个对我们最有利 的做法 这些叫做 prudence 他说 but attained by industry 他说 如果想思考 我们人 就一定要靠努力 后天的努力 不是天生 就懂思考 他又觉得 他说 first in apt imposing of names 第一件事 如果我们思考 就可以说 好像一个名家 那样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这件事 怎样叫 这种事情 我们怎样描述 那种事情 怎样描述 这个物件 我们怎样 称呼 那样物件 如何称呼 那样物件 Naming 我们就要给它 正确的名字 他说 secondly by getting a good and orderly method in proceeding from the elements 第二 他说 第一 我们要学会 如何正确 给不同的事物 一个名字 第二 我们一定要有良好 和 orderly 即有规律 有秩序 方式 才能学得到 如何思维 which are names to assertions by connection of one of them to another 这样就知道 这件事 这个叫人 那个叫猫 那个叫狗 人 跟猫有什么关系 人跟狗有什么关系 诸如此类 人跟食物有什么关系 最先 就找出个名字 跟着 就看一下 这个名字 和那个名字 有什么关系 and so to syllogism 跟着 就用一种 这个 syllogism 就是一些 邏輯的方式 就是 那个 阿里斯多德 就是 那些 那些 classical 那些 经典 古典 的 邏輯 的思维 的 统称 可以说 是 阿里斯多德利安 logic 的 简称 which are the connection of one assertion to another 我们透过 这个思考 我们知道 这个 这样的 这个 statement 和那个 statement 或者这个 claim 声称 和那个 声称 有什么 关系 Until we come to knowledge of all the consequences of names appertaining to the subject in hand 逐样 由 我们 知觉 就要 给正确的名字 给他 跟着 一样 物件 和另一样 物件 用正确的名称 去 而之间 那个 关系 是什么 逐样 逐样 直到 我们 知道 所有的 其他 其他 关系 到最后 就得到 science science 其实 在 这个 这个字 其实有 两个意思 第一 就是 现在所谓的 science 科学 第二 就是 knowledge 就是 knowledge 这个 我相信 他在这里说 就是 knowledge knowledge 知道 是 正确的 知识 这个 就是 他对于 我们 人性 就是 有很多人 天生 就会想 他 他 人性 出生 就会想 他 不同意 他觉得 想 思考 運用理性 去思考 是需要学习的 这是第一点 关于 他对人性的观察 另外 他亦都 就着 刚才我说 他就说 有两样东西 sense to memory 就生出 他就着 这里 亦都有其他论述 他说 是这样 for where the sense and memory are but knowledge of facts which is a thing past and irrevocable 他说 这些天生出来的东西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透过我们 那个 我们的五官 去感应到世界 我们透过我们的 memory 透过我们的记忆 可以 将我们 感应了的东西 重新 在脑袋里 令它重现 他说 这些 就是关于 knowledge of facts 只会令到我们 知道 我们的事实 根据是什么 which is a thing past and irrevocable 发生了些东西 就发生了 就不可以回头 过去的东西 就过去 不会回头 他说science 就不同 science 就是knowledge 是什么呢 science is the knowledge of consequences 这个 就 就 跟天生的东西不同 就是 知道 这些东西 跟另外一样 有什么关系 这些东西 是否另外 A 是否B 那个因 还是B B 是否A 的果 是因果的关系 consequence knowledge of consequences 就是说 什么事情 会引起其他事情 会引起其他事情 发生 就是knowledge of consequence 所以science 就是关于 不单止过往的事 但是这个 就关于将来 可能发生的事 And dependence of one fact on another 他说 阿甲 和阿月 有什么关系 是否 这个 没有了阿甲 阿月 就不会出现 有没有一些依赖的关系 by which out of that we can presently do we know how to do something else when we will or the like another time 我今天 我们知道 把手 拿去杯 用某种方式 拿着杯 杯里面 有一些可乐 把杯倾斜 我们就知道 把杯带来口 那些可乐 就倒入口 知道 上一次可以这样做 下一次我们又见到 有些可乐 又想自己喝 那时我们就知道 怎样做 把手 去到杯里面 将它倾斜 由上向下倾斜 将可乐倒入口 他说 这些就是knowledge 就是知道 一些东西的关系 上次做过 那我们观察到 我们就记住 下一次 我们再照做 那这个就是knowledge 根据他的说法 就是这样 because when we see how anything comes about upon what cause and by what manner knowledge 我们就要找出 啊 为何这件事 会怎么来的呢 我们见到的结果 怎么来的呢 upon what cause 由于什么原因呢 and by what manner 用什么方式 令到第二件 那个果呢 会发生 when the light cause comes into our power 下一次呢 我们知道 有那个因 我们就知道 我可以predict到 就是 那个果 会是怎样的 we see how to make it produce the light effect 那我们就知道 哦 上一次呢 就有这些因 就 就 就有 某一种的果 到下一次 那时 我们再遇到相同的事 我们就知道 如何去 想如果得到 某一个果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如何去处理那个因 那这个呢 就是 它 关于 我们人 如何去 运用我们的理性 获得 知识 的方式 并不是天生的 我们要学习的 跟着他就说 Children therefore are not endured with a reason at all until they have attained the use of speech 但另外有一个重要的东西 他觉得我们的人 我们学习的过程之中 就和另外一样东西 就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个就是语言 动物呢 就他们只可以 动物呢 虽然都有些很简单的语言 用一些不同的声音去发声 但他们的语言的词会 就和人相比 是极之频乏的 但我们人类 如何学习呢 就是透过这个说话 所以 我们的思考 和我们人 有没有那个语言的能力 了解语言的能力 就是息息相关的 这是第二样东西 就是他指出的 我们如果想要懂得思考 我们一定要了解到每个字的意思 字和字之间的意思 他们大家有什么因果的关系 这个呢 就是那个 Thomas Hobbes 关于我们的人 如何理解世界的 某些观察 那些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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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他用这些古老的英语 那些小孩 他说 他说 他并不懂思考 直到 他们懂得用这个 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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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如果我们说 那些小孩 都是理性的 动物 就因为 他有个能力 possibility 有个可能 有个可能性 将来 会透过 运用语言 令到 他能够 懂思考 懂得 知道 看到 事情 的 因果 的关系 The science is the knowledge of consequence Dependence of one fact upon another 就是看一种事实 和另外一种事实的关系 另外 但是他觉得 我们人有知识 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他也提出一个警告 有时 我们的所谓知识 一定要是正确的知识 他说法就是这样 science but yet they that have no signs are in better and nobler condition with their natural prudence 他说 那些不懂事的人 就是没有knowledge 没有知识的人 就是不拥有知识的人 那些不懂事的人 就是不拥有知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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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会 are in a better and nobler condition with their natural prudence 如果那些人没有知识 他们就 较为好的做法 就是去依赖 他自己的天生 那些天性 就觉得 在什么情况之下 如何做 靠直觉 这样去做 更加好些 那些不拥有知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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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以为 自己懂思考 但实际上 就错误地运用 他的推理能力 or by trusting them that reason wrong 又或者 信赖了一些 他认为 是懂得思考的人 而他信赖了那些人 他本身 他自己本身 亦都是用错误的方式去思考 那你不信 那些 一些我们认为 是懂得思考的人 他说的那些 信以为真 他说 这样 我们就 we fall upon false and absurd general rules 那就学了一些 不符合事实的 false and absurd 和荒谬 行事的方式 如果 所以 不是等于 有知识 知识一定是正确的 所以 就算有知识也好 知识一定要很小心 是正确的知识 是基于事实的知识 就不是基于迷信 那些 没有事实基础 那些所谓知识 这个 就是他 对我们 另外一个 中谷 除此之外 他又觉得 那些人 为什么 会 走在一起 组织社会 一同生活 他觉得 最重要 那个理由 心理的理由 就是一种恐惧 他说我们人有很多恐惧 他的说法就是这样 Aversion We have For things Not only which We know Have hurt us But also that We do not know Whether They will hurt us 我们人有很多恐惧 不但我们恐惧一些 我们的经验 告诉他们 会伤害我们的事 但我们也会恐惧 另外一些 我们不知道 有没有可能 会伤害我们 那些 这些人 由于我们人 又有一种 推理的能力 我们不会单止 像动物那样 知道这些事情 在当地 发生 我们只懂得 如何处理 不知道将来 有可能的危险 我们人 会想远很多 而这个 他也觉得 我们人和动物 人生 和动物生 有什么不同 亦都是 我们的思考 能力 人 他觉得 我们人 会有一种 天生出来的好奇心 这个 根据他 人和动物 最大不同的地方 他说法就是这样 Curiosity is a desire to know why and how Curiosity such as in no living creature but man Curiosity 他说 Curiosity 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 欲望 想知道 为什么 以及如何发生 他说 这个 除了人之外 没有另外一种 living creature 除了生物 擁有这些能力 so that man is distinguished not only by his reason so that man but also by this singular passion for mother animal 所以 我们人 就因为有这种 这样的 passion 一种 一种 热爱 热爱 去知道 了解 世界 为什么 以及 如何 去发生 就是 我们人和动物 最大分野的地方 in home the appetite for food 而这些动物是什么呢 他们只知道 我对这些东西 就很想要拥有些食物 what a pleasure substance 或者想舒服 冬的时候 有些动物 就会去找一些暖的地方 去躲起 去山洞 然后 火炸 混消 значит 它们 Kingston 热的地方 都懂得去 我们除了有思想能力,我们还有一个design,我们有一种欲望,有一种好奇,了解世界的欲望 他说,by predominance,take away the care of knowing causes 而那些动物,他们一见到面前有些什么,他们就立即去做 而他们就不懂得去思考,停一停,想一想,他们不懂做 which is the lust of the mind,curiosity 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我们思想的lust,的贪婪,可以这么说 that by perseverance of delight in the continual and indefatigable generation of knowledge exceed the short vehemence of any carnal pleasure 但是如果我们想学习,了解一些事情,就一定要有一种perseverance,有一种毅力 你涉而不赦,那个精神要付出,不断努力,indefatigable 就是努力不懈,令到我们能够获取知识 而获取到这些知识,那些给到我们的快感 exceeded the short vehemence of any carnal pleasure 和一些身体上的快感,很短暂,很强烈的快感 是差很远 根据他的说法,由于了解世界,给我们的乐趣,我们的喜悦 是远远超过我们的运用,我们的身体,那个观能上 能够给到我们的快意,超过很多很多 这个也是人和这个,他的说法,人和这个动物,就是一个最大的差异 人性和动物性的分别就是这样 他说但是,除此之外,他觉得人和动物都有一种共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人有个意志,动物都有意志 不过那些动物就不像人那样,就有这个思考的能力 和有一种寻找事实真相的好奇心 他的说法就是这样 Beast, that have deliberation, must necessarily also have will 有些动物都会懂得选择 那如果懂得选择,那就是显示什么呢? 就是他们都有某一种意志 选择这种东西,不选择另一种东西 选择去吃某些东西,不吃某些东西 选择去跟其他动物搏斗,还是逃走 他们也有个意愿,有个意志 由于他们有个意志,所以他们都懂得选择 所以透过,由于我们观察到,他们懂得选择 所以我们认为,他们就认为动物都有意志 人当然不用说,我们人都有意志 但是他觉得,随此之外,他觉得我们人 那个活动是一种不停的活动 一个人一天命死,他都要不停地活动 他认为这是一个人性的特征 还有,我们的脑子永远都不能停下来 他的说法就是这样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perpetual tranquility of mind while we live here 一天我们还在这个世界生存 我们不用只要有些perpetual,一种持久性的 tranquility of mind 我们的脑子是一种安宁 我们的脑子永远停不下来 永远都不会静低 because life is itself is but motion 他认为生命的本质就是不停的活动 and can never be without desire 所以,由于我们要不停地活动 所以我们就不停地有欲望 no without fear 那我们呢 一天我们生存 一天我们都会怕些怕路 怕很多东西 怕我们看到的东西 亦都怕我们见不到的东西 又怕可能发生的事 亦都会对些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事 我们都会怕的 no more than without sense we can never be without desire no more than without sense without fear no more than without sense 正如呢 我们不会生存 一天生存 我们呢 我们呢 就会没有感觉 当然了 我们睡觉呢 就 我们那个感觉 就会 就没有那么强烈 但不是等于没有感觉 睡觉我们也有感觉 你试试我们睡觉 睡觉突然间有些大声 我们立刻会醒的 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有感觉 就是我们的感觉 就并不出现在我们的consciousness 那里 我们的意识里面 就是这样 不是等于没有感觉 所以根据他的说法 我们人呢 一天没人死 一天我们生存的时候 我们就不停地活动 我们的身体要活动 我们的知觉要活动 而我们的思想会活动 而我们的思想会活动 我们的情感会活动 而我们的欲望 会不停地发生 另外一件事呢 他发现 我们的人性就是 我们不会将所有的事情 自己身体上发生 自己感觉到发生的事情 我们会告诉别人 我们有很多秘密 我们有很多秘密 他说 the secret 他的说法就是 the secret thoughts of a man run over all things 他说 我们人自己偷偷地地地想的那些事 就是秘而不孙那些事 是牵涉到一切的事物 holy 一些神圣的事物 pourfane 非神聖的事物 洩族的事 clean 干净的事 潔淨的事 obscene 污蔚的事 grave 重大的事 重的事 light 轻巧的事 without change 我们会无羞耻 在想事的时候 blame 在想事的时候 很可能都不会自责 这就是我们的人 另外一个去观察 我们人就不停活动 不停思想 而有些思想 是我们秘而不算 我们不会说出来 只是自己知道 另外 他对这个人 人性 有另外一种观察 他说我们人很多时候 自己 给自己很多评价 自己好 不好 聪明 不聪明 想事快 想事慢 諸如此类 有很多种不同的评价 但根据 Thomas Hobbes 他觉得 其实 我们的价值 在哪里 他的说法 就是这样 The value of worth of a man is of all other things is price 他说 一个人 他的所谓 价值 是什么呢 他就说 他就说 好似其他东西 每人都有个价钱 有个价钱 排在那里 是什么意思 That is to say so much as would be given for the use of his power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肯用我们人天生 或者学到的能力 我们肯用多少 就是付出多少 那这个就是我们人的价值 你肯怎么用 运用我们拥有的能力 这个就是他决定了我们自己的价值 他说 但是呢 决定的价值 不是单止我们 人家都会对我们所作所为 平分 As in other things so a man not the seller but the buyer determines the price 那些人呢 会对我们有个评估 评估那些 不是我们自我评估 不单止我们自我评估 不单止我们自我评估 buyer but the seller not the seller not the seller 就是我们自己拥有些什么 我们就是那个 seller the buyer 就是我们对其他人做了什么 不做些什么 不做些什么 何时做 怎样做 那些人会根据我们的行为 而对我们平分 所以价钱 和我们人的价值 就是这样的 根据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 Thomas Hobbes的想法 另外呢 他觉得我们人呢 就有一种 当然追求快乐的欲望 但究竟快乐是什么东东呢 他也有一些 的描述 他说 Felicity is a continual progress of the desire from one object to another the attaining of the former being still but the way to the latter 他说究竟快乐是什么呢 他说快乐并不是说一时一刻 那是快乐的 是一些continual progress 是一种不停 因为他觉得我们人 就是一个motion 就是不断的活动 快乐追求都一样 是一种continual progress 不断的去发展 就是由一个design 一个欲望 from one object 由一种满足欲望的东西 就转去另外一样 那个 令我们欲望满足到的东西 the attaining of the former being but the way to the latter 满足了一个欲望之后 第二个欲望又产生了 the cause whereof is that the object of man's desire is not to enjoy once only 因为为什么 我们想寻找那些快乐 不是只是一次的 and for one instant of time 就是一时一刻的 but to assure forever the way of its future desire 而我们人希望 永远都能够满足到的欲望 这个才是人的本性 我们不只是想满足于一时一刻的东西 我们会想起将来的东西 还有一个欲望 希望我们的快乐会持久 永远都是很快乐 and therefore the voluntary actions and inclinations of all men tend not only to the procuring but also to the assuring of a contented life 所以我们人所有的有意志活动 inclination 那些人的倾向 都是倾向于什么呢 去获取 不单止一次获取 而要有一种保障 永远都要获取一种快乐的生活 and differ only in the way in which arises are partly from the diversity of passion in diverse men 不过不同人追求的东西 他的欲望就是不同的 他渴望的东西是不同的 and partly from difference in the knowledge or opinion each one has of the causes which produce the effect desire 我们人追求的东西 因应那个人自己本性 喜欢这些 喜欢那些 另外一样 就会分别到不同的人 他怎样追求快乐 就是那些人的knowledge 他们的知识 他懂不懂得怎样去做些什么 会令到他快乐 不同的人 不单止 他的倾向不同 他的偏好不同 他们至于怎样去获取 他们心目中想得到那种快乐 的知识 亦都是不同的 有些人知道做了什么 就会令到他快乐 但有些人 他想快乐 不但用错方法 他没有知识 所以结果 就得不到快乐 就得到快乐相反的 就得到痛苦 但是呢 无论 有知识的人 没有知识的人 无论 那些人 他本性的倾向是怎样 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欲望 就是追求 不是一次的快乐 而追求一些希望 永远的快乐 这也是另一个 他发现的 人性的特征 就是这样 然后 现在 当然 那个 Thomas Hobbes 对于 这个 人 人性 他还有很多 其他的 观察 那 我就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能够 把全部的东西 给大家介绍 我只可以粗略地去讲一讲 关于Thomas Hobbes最出名的书《Leviathan》 就是说这个人为什么会愿意去走在一起 去服从一些律法 在社会生活 最终的结论就是 如果他们没有法律的保障 没有一个稳定社会的环境 他们将不可能继续生存 他最出名的说法就是一个人是一个state of nature 一个人是一个自然的环境 自然的环境 他会觉得如果没有律法 没有一个人维持秩序 他们将不可能继续生活 因为在一个state of nature 一个自然的环境之下 那些人会因为世界的资源有限 而每一个人都想得到 令他们继续生存的资源 他们会互相斗争 所以就会发生打斗 用武力去解决问题 但跟这样相遇 不但仅 chasing 不但仅跟他们之间 国家跟国家 柜族和柜族都是一样 而令到人la arcandone Thomas Hobbes,只有一個理由,有些人怕死,每個人都有求生的意用 但他們如果沒有法律,沒有和平,他們將不會能夠好好地生活 連生命都不能夠保障,所以人們寧願由於恐懼而肯同意接受管制 這就是Thomas Hobbes,最重要關於政治理論的基礎,恐懼 那些人怕著,如果沒有律法去控制相互自然的行為 將世界永無寧日,將每天和每一個人,每一個人和其他人去鬥爭,爭取資源 人和人之間是這樣的,個人和個人是這樣的,報足和報足,家庭和家庭是這樣的,國家和國家都是這樣的 我看了一些時間,差不多了,所以我對於Thomas Hobbes的介紹,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有興趣,下個星期再來聽,拜拜!